黄岗村 阳间目光围动 顺着进村的马路 打亮着这个乡村 整个黄岗村 有一种半新半旧的感觉 前面的房子是新建的农村小别墅 看得很舒服 但是村后一半的房子却很古旧 不但有土屋 甚至还有一百多年前的木屋 有些木屋有老人居住 有些则是废弃在哪里 窗户脱落 门板半场 里面一片黑暗 连阳光都照射不进去 带着一种阴森 可这并不让人奇怪 每个农村都是这样 只是联想到这里存在一只真正的鬼 才让人很不安 喂 刘晓宇吗 阳间决定先问个情况 他拨通了卫星定位手机 阳间 你这个电话打得正好 上次的事情我这里还有一些东西没有来得及和你说 是那个赵开明的资料 他精神评估这块有点问题 人估计很难相处 你最好注意一点 如有必要 不要和他起冲突 毕竟你们今后都是同事 刘晓宇那边 他拿着一份关于赵开明的资料道 你现在说这个已经晚了 那个赵开明都气到我头上来了 而且这个同事我高攀不起 阳间道 现在我在大昌市郊外一个叫黄刚村的地方 这里听说出过灵异事件 你那边有没有这里的档案 我尽量帮你 不过我没有这个权利 只能托同事帮你找找看 刘晓宇道 谁有这个权利 阳间问道 刘晓宇道 当然是你了 只要你成为了大昌市负责人 你就有查看档案的权利 不光是其他灵异事件的档案 就算是其他遇鬼者的档案你都有权查看 那你那边尽量帮我找 如果找到了第一时间发给我 另外 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我想加入总部 你那边能不能安排 阳间道 虽然加入总部要解决灵异事件很危险 但如果这次他能有办法驾驭第二只鬼 延长利鬼复苏 那么就可以选择加入 负责人的权利太大了 而且行动也很方便 值得去付出 刘晓宇听到杨间要加入总部 有些兴奋道 只要你同意的话 我这边很快就安排人员和你接头 进行了短暂的训练 还有精神评估之后你就可以就职了 时间大概 一个礼拜之内 很好 不过我要接替赵开明 成为大昌市的负责人 杨间道 这 这个我办不到 得看上面安排 刘晓宇道 杨间道 如此大昌市没有负责人的情况之下呢 如果大昌市没有负责人 当然是优先考虑本地人 刘晓宇道 但他玄机意识到什么 精道 你可别胡来 虽然不知道你和赵开明有什么冲突 但这并不是你们两个人之间起争斗的原因 现在一切还需要以大局为重 你放心 我一定会以大局为重 记得帮我查档案 这件灵异事件也是你们的责任 我现在可是免费的义务工 你们有这个必要协助我 杨间说道 你说得对 我会尽力协助你 解决灵异事件这是现在的当务之急 刘晓宇点头道 很好 那下次聊 还有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千万不要主动打电话给我 我已经进了黄刚村 随时可能遇到鬼 杨间说完立刻就挂掉了电话 刘晓宇那边此刻皱起了眉头 他立刻将这件事情报告给了队长赵建国 赵建国听了笑了笑 这算什么问题 等杨间通过考核成为遇鬼者的时候把赵开明调任就是了 大昌是由杨间负责肯定会更好一些 毕竟是本地人嘛 你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他解决黄刚村灵异事件 具体的档案我会去掉 如果他能单独解决两起灵异事件 给他一点特例不算什么 听这么一说 刘晓宇就放心了 活下去一切都好办 活不下去说什么都没用 杨间看着手中的卫星定位手机 脑海之中浮现出了周正死前那凄惨的画面 那会是自己将来的下场吗 进了村 他看见了张寒 叶俊等几位小强俱乐部的人 站在那里似乎神色有些凝重 好像发现了什么 就连自己的到来也没有引起这些人的注意 只是随意的瞥了一眼 杨间看了一眼 眸自一宁 却见一栋楼房前 大门敞开 两旁摆满花圈 一群村里的人披麻带笑 有妇女孩童跪在一口朱漆棺材烧着纸前 哭哭啼啼 显然 这村子离死了人 正在办丧事 杨间看了一眼棺材前的一项 是一位身穿西装 相貌比较英俊的男子 真是流年不利 什么时候死人半丧事不行 非要在这个时候 这不是给我们添乱吗 不远处的中年男子张寒抽着烟 皱着眉头 心情并不太好 一进村就见到一口黑漆棺材摆在大堂里 村里的人披麻带笑 哭哭啼啼 的确不是个好兆头 以防万一这口棺材应该一把火烧了 谁知道晚上这棺材里的尸体会不会到处乱跑 有人提议道 叶俊看着他道 谁去烧 你这样的话当着村民的面肯定是要犯众怒的 到时候别说解决灵异事件 能不能在这个村子里待都是一个问题 而且如果只是一具正常的尸体 根本就无所谓 我们这类人尸体见得会少 不要大惊小怪的 只是死一个人而已 死人不值得害怕 这个村子里的鬼才让人感到恐惧 不过现在这个村子里的情况我们还一无所知 我建议大家调查一下 最好是找村民问一问这里有没有什么异常 以我们的能力就算是真碰到了鬼也不是可能第一时间死掉 到时候只要一有情况 大家一起上 就算是真有鬼也能应付 有人提议道 村子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集体行动有些慢 就两两组对吧 先查探清楚再说 可以 就这么办 小强俱乐部的这些人商量了一下 都觉得应该先联手调查一番 之后看情况行动 杨坚和他们不是一类 自然也就晾在了一旁 他看了看那灵堂的棺材 拿起另外一部手机拍了个照片 将上面的一项拍摄下来 回头传给刘小宇 让他查一查死的人到底是谁 死因是什么 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灵异事件并不是无迹可寻地 如果死者死因古怪 多半是有鬼出没 而通过死亡的方式也能大概知道那鬼的杀人方法 这一点很重要 杨坚看见 除了他有这个心眼之外 小强俱乐部的其他人都没有这样做 不知道是没有想到 但是仗着人多 无所谓 先到村子里转一圈 看看情况 然后找个地方住下来 他心中暗道 当即 他背着行李 在这村子里穿梭起来 熟悉村子的地形 道路 同时留意一些诡异的地方 杨坚 说几句话不介意吧 就在这个时候 小强俱乐部的张涵摆脱了其他人追了上来开口道 杨坚回头看了一眼 有些好奇道 张涵 有什么事吗 张涵笑了笑 你一个人想要单独解决这件灵异事件能力显然是不够的 不如这样吧 我们搭把手 一起合作 怎么样 你是俱乐部的人 怎么不去找俱乐部的人合作 找我做什么 杨坚边走边道 我要找肯定是找最有能力的人合作 他们说实话和你比还是有点差距的 我觉得我们合作的成功率最大 张涵十分诚恳地说道 杨坚道 现在说这个话太早了 这里只是传闻有灵异事件而已 是不是真有鬼我现在不能确定 也许那只鬼已经离开了黄刚村也说不定 毕竟鬼的位置是会发生改变的 如果真有鬼 你再来和我谈合作的事情 张涵善善一笑 这倒也是 咳 咳咳 就在杨坚和张涵聊天的时候 突然一声咳嗽声从背后传来 近在咫尺 几乎要贴在自己身上了 而且这声音有些虚弱和无力 像是病入膏肓了一样 谁 张涵瞬间惊出一声冷汗 他回头一看却什么人都没有 只是从声音传出来的方向看到了一栋老旧的木屋 这木屋已经废弃了 屋顶上的瓦片大半塌陷 门板都已经消失了半块里面昏暗潮湿 连家禽 野狗都不愿意躲进去 不会这么倒霉吧 张涵善善道 杨坚目光围动 他大步走了过去 一脚踢开了那木屋的门板 木屋的门板因为老化的缘故直接裂开掉在了地上 里面的一切呈现在了眼前 除了杂草之外 空无一物 没有人吗 杨坚脸色有些凝重起来 是鬼吗 张涵问道 杨坚道 不知道 没有感觉到危险 也许是路过的老人咳嗽了一声 毕竟这村子的小道很多 有人路过也很正常 大惊小怪的只会自己吓自己 你不要跟着我了 如果这里真的有鬼 到时候你再来通知我 之后我才能考虑是否和你们联手 他根本就没有想过一个人对付这只鬼 故意放出消息让俱乐部的人来只是想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所以说 自己并不打算冲锋在最前面 既然你都这样说了 那我就不强求了 祝你好运吧 张涵觉得这附近不太安全 急急忙忙的便离开了